提到台南麻豆 您应该会想到文旦 而造访云林 您可能会联想到全台湾最大的柳丁产地 然而也就因为这些果园面积越来越广 使得台湾特有种的猪罗树蛙 漆地被压缩得越来越小了 猪罗树蛙分布在云迦南一带的竹林跟杂木林里 在1995年被鉴定为树蛙科的新物种 而因为第一次发现的地点是在嘉义 所以就用嘉义的旧名猪罗来命名 但近十年来 猪罗树蛙的漆地不是开了马路盖了房子 就是改种使用农药化肥的作物 使得他们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 数量也逐年下降 目前只剩下不到四万只濒临灭绝了 遗憾的是 全台湾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猪罗树蛙 更别说见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了 一眼堂采访小组 特地前往嘉南平原 在一片又一片的竹林间 要带您寻访猪罗树蛙的下落 去年暑假我到云林阿公家玩 哇那里有一群青蛙耶 他们在唱歌跳舞吃文庄大餐 哦还能见到一群小组皮 阿公说他叫猪罗树蛙 可是今年暑假 隔壁的阿土婆噴了很多农药 小树蛙的爸爸不见了 花土鸡推倒了竹林 小树蛙的妈妈也不见了 马路上的车子发出喉咙咙咙的声音 小树蛙也不见了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寻找猪罗树蛙 来到台南马斗 跟着长期研究猪罗树蛙的装梦线 我们想看看传说中的绿色精灵 究竟是什么模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早期猪罗树蛙生产了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就是在像这种杂木鱼 我是想说看白天有没有找到它栖息的位置 其实大部分的树蛙会大概在一层楼高的位置 其实了解猪罗树蛙习性的人都知道 他们要到夜晚才会现身 然而庄梦宪却要我们在日落前 就先走访他们的栖地环境 因为他很担心 明年将没有跟猪罗树蛙预约见面的机会 我们可能台南会是全台湾猪罗树蛙最早消失的一块地方 你现在看到有绿色的地方就是以前猪罗树蛙的地方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是很整齐的幼稚园 再不然就是已经一栋一栋新的建筑 猪罗树蛙大概从十年前大概有五千多只 降到现在大概不到五百只 站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 很难想象这里原来全都是杂木林 地矮灌丛 高大桥木 形成了良好遮蔽的树灌层 曾经是喜爱潮湿阴凉的猪罗树蛙 生活的天堂乐园 很多原本的这种栖林地呢 这几年也都开始改变成这个文旦的果园 那柚子的话它很高投入 它有很多的经营管理 农药跟肥料 而且它的种植的密度也不可能太茂密 所以它整个林冠是没有办法形成 变成猪罗树可以利用的那种生命形式 过去群蛙齐迷 却因为人类的开发 破坏了猪罗树蛙的漆地 让它们无处容身 逐渐绝迹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 专木县再带着我们 走进台南县的总椰堂场 他的研究发现 这里是猪罗树蛙很重要的栖息地 它是绿的 然后只有两三公分大 然后它又满在屁股 它躲在叶子或是树干上 真的很难找 入夜以后大概到十点 是求偶的活动高峰 黑暗中 我们捏手捏脚 竖起耳朵 静静等待熊蛙求偶的第一声蛙鸣 想尽办法 试试一下 所以老师你就是想用这个吸引青蛙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把它变成手机铃声嘛 每一年都越来越少 越来越难找得到啊 而且它分布的区域也越来越局限 庄木县说 四五年前 整个晚上还出现几十只树蛙和名的盛况 那么如今为什么已不复存在 猪罗树蛙都到哪里去了 难道真的无缘一见它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不死心决定再到云林县 寻访它的踪影 跟着当地的猪罗树蛙生态营队 来到了一片麻竹林 听一下什么声音好不好 因为小朋友会好奇嘛 看到情况他很高兴的去抓他 所以大人的话要小心一点 在那里有看一下 从这边来 后面那个树子的右边 这边有一只 看到没有 什么这个树子的 什么有没有看到 那里有一只 众人忍不住的惊呼声里 终于传说中的绿色精灵 猪罗树蛙现身了 这里也有一只 真的哦 哦你好厉害哦 小吃的耶 无辜的大眼 全幅的身躯 猪罗树蛙一身嫩绿 覆灭一片纯白 玉白之间镶嵌着白色皮折 指尖的吸盘犹如发亮的水晶 1995年 猪罗树蛙在嘉义被发现 而以嘉义古地名猪罗来命名 属于台湾特有蛙种 也是全台湾唯一只生活在 农耕地的树蛙 它全世界只分布在 云林嘉义跟台南的某几个点 也就是说全世界也只有 在台湾这个地方可以 看得到这种青蛙 在这个株林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熊蛙 在群体展示的鸣叫声 也就是说它一只叫的时候 其他的青蛙也会跟着叫 这时候这个声音可以传到 大概50公尺100公尺以外的 一个地方去 所以只要附近有听到的池蛙 看到那只鸣叫比较大声 或者那只体型比较大 它就会往它的选择的 一个对象去靠近 可以看到那个池蛙背着熊蛙 在地上走或是在竹子上面 要找寻一个合适的产兰地点 熊蛙与池蛙的比例是13比1 在每年4月到9月的繁殖季里 谁能打败群雄赢得美人归忽然重要 但推动猪螺树蛙保育工作的陈清俊 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 蝉虾的卵能不能顺利孵化 能不能继续存活 我10年前在20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的竹林 大概是现在目前竹林的三倍 它的漆地一块块的消失 例如说最近很多的农民 都会大量的使用污染或者是农药 农民它会把它原来的栖息环境 改种其他的作物 或者是说开始做一些人工的勾曲 马路 我这边割一个那边割一个 割到最后的时候 青蛙它可生存的一个空间 又变得很狭隘 所以它的族群又变得越来越少 像这一片偌大的麻竹林 原本是猪螺树蛙的栖息地 如今却有一半的面积被砍掉 改成了果园 神圣兽承租了剩下的竹林 成了云林县少数坚持 要与猪螺树蛙共生共存的损农 你如果有它的存在 那这个糖它会比较少 它会吃 再飞来飞去 像这种就是猪螺树蛙最爱吃 为了让猪螺树蛙能快乐地生活在它的竹林里 神圣兽不用化学肥料 而改用有机肥 也把农药的使用量降噪嘴皮 这树嫩嫩刚长出来 它就没有被虫摇 你看我的叶子啊 白白都是虫摇的 你假如有喷料 因为喷了虫都是光光的 那叶子很漂亮 用错药 它就马上掉下来使给你看 四角朝天 那就是这样 像中午我们这里都会卤树蛙 它要下雨之前 它会呱呱呱叫 我们家这里就有这些老人就说叫它 叫火管 因为神圣兽的竹林 由猪螺树蛙栖息繁衍 因为它拒绝使用农药跟化肥 所种出来的竹笋得到了保育团体核发的生态标章认证 也被称为绿标竹笋 我们会跟消费者告知说 你吃的这个竹笋 它的笋源里面有住的这种很漂亮的青蛙 它是台湾的退二种 它是保育类的青蛙 它住在这边的话 表示这个地方的环境是比较自然 比较健康的环境 当然它这个地方生产的竹笋 当然也是比较干净比较健康的 然而光靠民间的力量 根本无法向笋农保证收购 像这一栏的竹笋30公斤 依照生态标章计划的收购价 顶多900元 笋农种得辛苦 销路又不稳定 所以参加这一项计划的人非常少 各位数额而已 各位数额 因为真的是产量没有出来 他认为说我加入你这个协会 这个制度有什么帮助 没有啊 因为他认为说我笋农 我收一收交给那个中间商就好了 除了说我们把这个通路都打出来以后 我们的量很大的话 来跟笋农谈的话 或许他会很愿意来加入这个认证的机构 就是一些老费老人都退休了 大部分都开始在退休了 你重促这个工作 现在你如果没有一些年轻人来做 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哪来哪走 因为他计划还不错 你知道吗 当笋农逐渐老化 年轻人又不愿意中笋 一片片竹林漆地 就可能转而开发 或改种其他经济价值高的作物 而全台湾不到四万只的猪罗树蛙 恐怕将要面临灭绝的命运 不要小看这只青蛙 第一个它生活在人类居住的环境里面 所以它的魅觉就代表人类环境的恶化 一旦它有什么样线维变化 所以我们人类必须要警觉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 改变我们的思维态度 这里也有一只 真的喔 你好厉害喔 小只的耶 夜访绿色精灵 就在透着月光的竹林里 孩子们仔细聆听 每一声掠过耳机的鸣叫 编织着各种对猪罗树蛙的幻想 我们该留给下一代的 不就是这样对生命的惊奇吗 台湾各地其实很美各有不同的特色 无奈为了追求利益和所谓现代化 让很多的美正悄悄的消逝当中 不过看了今天节目中 各地方小人物的努力 您是否也觉得您我似乎也能够做些什么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李珍珍 下周民事一言堂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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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